我们平时聊车基本上聊的都是新车 但是我们知道新的东西往往要比旧的体验感会好上很多 汽车也是这样子 因为你的零部件会发生一些磨损和折旧 很多人都买过车两三年之后就会发现 为什么我的车跑起来底盘变得松松垮垮 和新车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你把这个车架起来一看 原来它的底盘的一些连接件 比如说衬套就老化的不成样了 包括说新车有的时候很省油 但是开了几年之后就变得比较费油了 这些都是符合汽车的一个规律的 以前我们聊燃油车的二手车情况是比较多的 但是电动车的老化好像聊的比较少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方面上 我们找了两台车子 这台是小鹏的P7 跑了16万公里 接近17万公里 真的是非常非常能跑 因为这台车子是2020年上市的 到现在其实也就一年多不到两年的时间 16万公里 而且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数字 因为很多电动车 他们对于电池的质保 基本上就是8年15万公里 或者说是8年16万公里 所以过了16万这样一个数字之后 它的电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奇 而且看到这台车子 真的是有很多碎热的痕迹 那同时我们也找来一台 算是准新车吧 因为它是21款的车型 但也跑了2万多公里了 依旧还算是一个新车的状态 所以看一看 这台老兵 跑了16万公里之后 它的表现 还能不能像是一个新车那样子 表现如初 那电动车的老化 其实最容易出现的就几个层面 那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电池 其实电池会有自己比较明显的衰减 那这个衰减它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 尤其是到了冬天 它这个锂电池内部就变得没有那么活跃了 所以说它的续航就会大打折扣 很多人都说 我的车买的时候能跑300公里 但一到冬天就只有100多了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 那第二个就是由于你的这个电池不断的充放电 不断的循环 其实内部的这种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小小的改变 所以说时间一长 你的这种总体的容量就会变小 而且说充电的这种效率 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折扣 那尤其是这台车子跑了16万公里 不断的这种循环 不断的充放电 那不知道它的电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那第二个最主要的就是制能化的部分 因为新势力最主要突出的就是 他们这种制能化的一个表现 那最浅显的就是中间的那块屏幕 他们的中控屏幕 现在就像是一个比较大号的pad放到里面 这种东西你时间一长了就会卡顿 就会死机或者说响应速度比较慢 放在车机当中也是一样的 所以经过了两年的一个时间沉淀 这台车子还能不能像新车一样呢 所以我们这一次最主要的就是从电池和车机 这两方面去入手看看 这台车子到底行不行 那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应该就是续航了 因为这个和电池包是紧密相关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条100多公里的路线 大概是110公里左右 这样的一条路线包含了低速的堵车 然后高速的这种巡航 各个不同的场景 然后去看一看 他们这续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在出发前呢 我们这两台车子也都是把所有的里程都清零 然后空调也都开启 调到了23.5 都是统一的风速 统一的温度 统一的路线 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统一的一个标准 那我们知道 电动车其实最费电的工况是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在你冬天冷启动的时候 冷启动它的这个要加大功率 去给你的电池包预热 同时呢 你如果要开空调的话 还要去给这个PTC加热器 或者说热泵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去给你供暖 这个是非常非常耗电的 那基本上一小时一度电 也都是这样一个水准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耗电的一个工况 同时呢再有就是当你的速度达到七八十公里以上的时候 风阻是非常大的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电动车 它电机的这种输出特性 尤其是到了这个基础的转速之后 再往后它的转距就下降 效率也就会下降 其实带来的这种能耗也就会不断的增加 所以这个是两个电动车最费电的工况 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是不仅挑战了所有的工况 而且也挑战了非常非常艰难的这种场景 现在一出来我们就是遇到了一个堵车 其实越是堵车的情况下 这种电动车的优势越能体现出来 因为你在低扭的情况下 它能瞬间释放所有的那种扭曲 所以你开起来是非常非常平顺的 不会有燃油车那种变速箱的那种拉扯感 这一点是比较好的 而且这台车子我比较喜欢的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它的转向手感是非常轻盈的 那这种手感 其实在城市当中你去辗转腾挪 是非常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那除此之外就是这台车子造型还是比较好看的 因为毕竟是一个轿跑化的这种感觉 会受到很多男性朋友的青睐 那另外就是这台车子我们也说过 就是智能化是它一个比较好的配备 你看我们导航基本上脱离手机 用的就是一个车机去进行的导航 然后包括说我们想去听一首歌 或者说查一些天气 然后这个都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所有的这趟行驶的数据 都已经记录在电脑当中去了 然后发现有一个数据 真的是非常令我比较惊讶的 因为这台老的PC它的整体表现 确实是有点出乎意料 因为我们在出发前 其实记录了出发前的表显的一个续航里程 然后跑了100多公里 最终我们算了一下这个表显的差距 你像老的PC出发前402 结束的时候266 表显也就是它真实的这个表显跑了136公里 但其实它真实我们跑的是112.3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数字是进行一个比值 就是真实跑的续航再除以一个表显续航 得出来的是0.83 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数字越接近于1的话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续航是无限趋近于真实的 老的PC真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不俗的 我们将两台车分别使用第三方充电桩进行充电 记录了快充状态下40%到80%的充电时间 最终行驶16万公里的小棚P7耗时50分钟 在该充电桩的峰值充电功率可以达到40.5千瓦 不可否认的是 行驶了16万公里的小棚P7 在充电效率方面依旧保持了较好的水准 智能车机就像手机 时间久了也会出现卡顿的风险 由于小棚P7内饰极简的风格 取消了大量的实体眼界 所以车机就必须要保障流畅性和稳定性 目前他们搭载的中控屏幕分辨率为2400x1200 处理器用的是高通骁龙820A 搭配了8加128G存储重量 屏幕PPI为179 从感官来看呈现的画质是比较细腻的 而高通820A基本上是34年前 安卓旗舰手机的标配处理器 应用在车上仍然有不错的体验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 硬件存在老化 也同样存在着软件增多 兼容性变差的风险 从实际对比效果来看 这台16万公里的小棚P7 无论从车机的流畅性 识别对话的精准性和响应性 都和2万公里的车子没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总体来看 小棚P7的这套车机表现 经得住了时间的考验 那我们从大家最关心的充电的效率 然后续航 还有说智能车机三个方面 去对这台老兵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 其实得出来的结论 还是非常非常让人惊讶和出乎意料的 没想到它真的是 和那台新车的表现相差不大 当然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差异 但是整体来说 都是觉得让人非常欣慰的一个数字 而且你想这台车子 它两年跑了十几万公里 很多人买一台车子 可能三四年四五年 才能跑个十几万公里 也就是说明这台车子 是进行一个高强度的测试的 或者高强度的使用 几乎是每天都要跑 平均下来每天都要跑几百公里 然后再去一周频繁的去给它充电 你想想它的电池 经过这样的一个频繁的循环之后 还能有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小棚对于他们的这种 三电系统的管理或者说应用 它都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保障的 这个是非常好的 同时再加上新势力品 它本身对于智能化的理解 还是说有一些这种 驾驶辅助的系统融合进来 其实让这台车子的配置 武装的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整体来看的话 这台车子的品质 还是有所保障的 那以上就是这一次 我们对这两台车子的 一个详细的评测了 当然后续我们也会更多的去 尝试去做这种 老车和新车的一个对比 然后看看这台车子 它的本质 或者说它的耐用性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好 以上就是所有的内容了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